你好,欢迎收看3月23号大华联地方新闻,我是吕慧 华联县政府举办113年华联县府及所属机关的主管经济班 特别邀请到县长徐政卫化身成为一日讲师 和各局处机关主管来交流县政想法 也畅谈县政府使命还有五大核心价值 期许县府同仁携手努力,成就友善宜居的华联 相亲的需求就是施政的目标 县府的使命是让民众安居乐业 华联县府日前在卫生局大礼堂 举办113年华联县政府及所属机关经济班 邀请各局处机关主管交流县政想法 特别邀请到县长徐政卫化身一日讲师 畅谈县府使命和五大核心价值 政府要做什么? 做比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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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比较大 解决民众基础建设 还有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跟交通环境 怎么为乡亲姐姐民困 然后增加很多很多能够服务乡亲友善的政策 对不对? 但是先府团队是一个团队 我们五只手指头都是分开的 但是我们要把手指头破起来是一个团队 是一个核心 如果我们的中间 如果我们的所有兄弟姐妹 已经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去反映出来 有时候出掌并非会知道 所以政府要做的 就是我们要推动政策的时候 不是以建设处的想法为想 而是以统合起来 怎么样去做让我们的乡亲有感 当乡亲有感的时候 我常说乡亲皱着眉头进华丽线政府 但是他如果嘴角上扬走出华丽线政府 你就成功了 徐建卫表示 县府团队应以积极尊重 精进合作感恩等五大核心价值 作为施政目标 勤勉同仁在各自领域 努力发挥自我价值 齐心造福相礼 也期许县府中阶主管人员 能获得更丰富行政经验 带领各单位团队 提供民众更优质且创新的服务 共同打造友善多元职场环境 贯彻县府施政方针 记者讲邦夜华女士报导